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在2003年创业 提供中小企业架设网络伺服器的服务 累积了200多家企业客户 直到2007年的时候 我开始在下班的时间 撰写我自己的部落格 刚开始只是因为兴趣 想记录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 以及在创业过程中发生过的许多 有趣和痛苦的回忆 到了2010年的时候 开始有人在我的部落格询问 关于如何利用网络开发客户和创业的问题 我发现许多想创业的人 开始重视网络行销的重要性 于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 网络行销教学的工作 就成了我的副业了 当时我开始开班授课 教学内容是关于架设网站 和网络行销工具的运用 到了2013年的时候 这个工作已经超过我原本工作收入 于是他变成我的正职 而且进一步变成了线上的课程 我也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学员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学员问了我一个 我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上班工作的收入不够用 我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副业呢? 我建议你可以朝自己的专长来发挥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专长 我该如何利用自己的专长来赚钱呢? 如果那个时候有这本书就好了 下班当老板 15个步骤教你赚更多 打造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的理想生活 这本书中教你如何克服恐惧 如何找到自己的副业 如何找出时间 如何自我行销 如何运用才能来赚钱 等等15个步骤 里面提到你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我可以帮人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第二,做什么事会让我充满活力 第三,如果钱不是问题 那我会做什么呢? 或许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热情和专长 在书里面如何找到自己的副业这个章节 作者还提到了发掘技术的三个步骤 利用技术淬炼公式来发掘出 足以成为副业基础的技术 并且提供多达数十种副业的建议 例如家庭装潢顾问、校稿编辑、经营部落格 活动派对的规划、食品代购、语文家教、接送服务、养生建议 如何报税、商标设计、婚礼、摄影、撰写文案、外汇、餐饮服务 财务规划、珠宝设计、造型设计、影片剪辑 总共数十种之多 这本书里面不只提供方法 还有许多实际案例的说明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感觉就是我自己这十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而这本书却能够使用简单又有系统的15个步骤 完整的说明了如何让你成为一个下班当老板的具体做法 你除了可以把它当成故事书来看 因为里面的案例能够引人入胜 你更要把它当作工具书来使用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随时来翻一翻 你就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赶快去买吧 对了,出版社佛心来着 说要提供两本书给牛奶爸的粉丝 请大家记得按赞、留言和分享 看一下抽奖的方法喔 协助撰写各类计划或专利申请书 原来这也是创造副业的方法 你看我这个朋友 他帮我到大陆申请了牛奶爸三个字的注册商标 你会了这些才能 也可以拿来当副业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